切尔诺贝利一座死城 大家都知道1986年发生了核电站泄露事故 大量放射性物质泄露 即使迅速撤离了至少10万人 辐射危害依然严重 三个月内有31人死亡 15年内有6至8万人死亡 13.4万人遭受各种程度的辐射疾病折磨 核辐社区被认为在未来2万年内都不适宜居住 但请看 这是现在的切尔诺贝利 破碎的地板里长出了小草 钢筋混凝土里生出了绿叶 天台也戴起了绿帽 往远看震撼你的来了 整座城已经被绿色覆盖了 灾难爆发的仅仅10年内 植物就开始在废墟中长出来了 更奇妙的是 有了森林就有了动物 这是兔子 这可能是庇护 本以为只是一只两只 谁只还有带孩子的 你不知道 切尔诺贝利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型动物社会 仅仅20年 这里的动物总数 已跟欧洲野外的动物数量差不多了 有西方袍在这里散步 有宾威的虎式野蛮在这里玩耍 还有捕猎者 狼 有研究表明 禁区内 狼的树木比禁区外多了7倍 任何没有保护措施的人 都不能长期留在这里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但人不能近 核辐射却为野生动物们创造了回归的天堂 有很多看待这个事的角度 一是 对于动物来说 核辐射还没有人类可怕 没有人类危险 相对于人类 核辐射反而能给它们更大的生存几率 二是 森林拥有非凡的复原力 纪录片我们的星球有这么一句话 拥有更多森林 会是地球复原的关键 可是 仅雨林来说 我们全球每年会失去 1500亿平方米的雨林 保护森林 迫在眉睫 三是 人类可能会把自然毁掉 最终毁掉自己 但大自然拥有强大的复生力 人却不一定了 我们非常需要保护森林 其实归根结底 是保护我们自己 我是毒蛇 恳请大家尊重生命和自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